大巴黎本赛季结束之后也将对球队前锋线进行补强和升级 其中大巴黎投后目标也是一甲神风奥斯梅恩 本赛季奥斯梅恩带队纳布勒斯直接拿到一甲冠军 并且在欧冠上也是杀入到八强之中 这也让奥斯梅恩的身价是水涨船高 而目前纳布勒斯对奥斯梅恩的要价也相当恐怖 直接达到1.6亿欧元 毕竟作为目前足坛西缺的超级中锋 奥斯梅恩确实是有资本要价这么高 加上球员才24岁的年龄 所以就算纳布勒斯开到天价 大巴黎方面还是愿意为他进行尝试 面对如此天价 目前也只有大巴黎和纳布勒斯进行了谈判 拜仁切尔西曼联等球队是没有办法负担这个价格 而大巴黎想要拿下奥斯梅恩 也是为了让姆巴佩踢起来更加轻松和舒服 姆巴佩在赛季中明确表示过 自己不愿意踢中锋位置 他不想要成为梅西和内玛尔作为支店的那个人 可以买来 正牌中锋奥斯梅恩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操作 而奥斯梅恩本赛季36场比赛轰入28球 进球效率相当稳定 加上球员身强体壮 也愿意为姆巴佩干脏活累活 作为支点 奥斯梅恩可以吸引大量防守 为队友制造出空间 奥斯梅恩加姆巴佩的组合是可以发挥出 1加1大于2的效果 而奥斯梅恩的到来也是意味着 内玛尔需要离队了 大巴黎需要处理到内玛尔的超高合约 解决球队内部的工资负担 并且出售内玛尔 大巴黎也希望收回6000万欧元的转回成本 下赛季的大巴黎也将会迎来完全不同的进攻局面了 大巴黎本赛季表现的确是让很多人感到失望 毕竟作为全欧顶级豪门球队 队内还拥有 梅西 内玛尔 姆巴佩 三位年薪超高的巨型 虽然在欧关淘汰赛上首轮游 球队在赛季末尾也直接闹出了梅西停赛的闹剧 而内玛尔也将会和梅西一样 在赛季结束后考虑走人的问题 而内玛尔走人其实也是逼不得已 因为大巴黎方面早早就在寻找他的替代者了 目前纳布勒斯当地最大媒体已经报道了 球队投号前锋奥斯梅恩 已经和经纪人乘坐四人飞机抵达了巴黎 他们这个时间点去巴黎也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商谈下窗的转回问题了 本赛季奥斯梅恩发挥也相当出色 在参加的35场比赛中打入28球 纳布勒斯也在一甲临赛中拿到了冠军 奥斯梅恩作为目前传回市场上稀缺的强力中锋 身价确实是相当高的 纳布勒斯方面如果直接对外宣布 奥斯梅恩底价就是1.51欧元 如果觉得这个价格有些离谱 你们可以不来买 纳布勒斯如此强势的态度 也让众多豪门球队望而却步 也只有大巴黎这种财大气粗的豪门球队 继续追求奥斯梅恩 而奥斯梅恩也受到了姆巴佩的点名 吴总认为 奥斯梅恩可以充当指点 为自己在前场进攻中吸引防守火力 到时候姆巴佩可以回归到自己最喜欢的左路了 奥斯梅恩在个人待遇上也将会拿到千万年金 如果买下来 奥斯梅恩支付了1.5亿欧元转回费 那大巴黎也需要尽快出售内玛尔回收转回费用了 大巴黎在近期宣布了梅西重返训练 这意味着双方达成和解 本周的法甲联赛 球王已经回归了球队大名单 加尔迪也宣布会对本轮联赛重返首发阵容 当然了 这不意味着梅西会在下创理队 球王夏天可能重返巴萨效力 同时沙特豪门利亚的新月也为梅西开出4亿欧元的祖坛第一年薪 除了梅西外 大巴黎也正在计划清洗内玛尔和维拉蒂 而根据转会专家罗马诺透露 加盟巴黎这几年来 内玛尔第一次产生了理对的想法 作为祖坛迄今转会为止的标亡人物 内玛尔在2017年夏天以2.2亿欧元加盟大巴黎 内少就被看错事 巴黎夺取欧冠冠军的保证 然而加盟这6年来内玛尔除了带过一次进入决赛外 其他时候都是早早被淘汰 虽然内玛尔每个赛季都有一定的发挥 但过多的伤病已经让大巴黎耐心消耗逮尽 上个赛季内玛尔因为伤病关系 只有13球8助攻入障 本赛季初内玛尔摆脱伤病恢复了些许状态 并且打出18球17助攻的大号两双 可惜世界背后内玛尔再次受到伤病侵袭 再次早早提前赛季报销 近期梅西与巴黎事件当中 内玛尔也不幸成为巴黎当地极端球迷的抛红对象 法国媒体RMC表示 内玛尔不再像去年一样 希望时刻披着巴黎球仪 内玛尔的下赛季更加模糊 他已经产生了离开巴黎的想法 他本人也受到过去一周球迷示威事件的影响 当时有几名球迷在他们家前抗议 同时他的好友梅西 大概率里队的消息 加速了他里队的想法 其实也不用内玛尔动了心思 毕竟大巴黎早在去年夏天就想清洗内玛尔 以坎波斯为首的高层 去年夏天上阵后 就将内玛尔推到转回市场 但因为高昂的年薪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架 如今内玛尔也有离队的心思 或许内玛尔倾下离队真的可能达成 罗马诺海透露 内玛尔纵使离队也不会重返巴萨 因为巴萨重新签下梅西已经够呛 已经没有薪资空间和转回费容纳下内玛尔 而内玛尔个人则是更倾向前往英超赛场 有意思的是 坎波斯去年将内玛尔推到转回市场 目标也正是英超球场 英美ESPN和西班牙阿斯堡也透露 切尔西老板伯利曾经想要签下内玛尔 另外与内玛尔传出绯闻的球队 是英超新贵纽斯卡尔 本赛季喜鹊大概率重返欧冠赛场 以目前喜鹊的阵容还难以应对多线作战 而内玛尔的经验能力和带盘 都将是喜鹊前场进攻的润化季 如今内玛尔的身价已经下滑到7000万欧元 与巴黎合同还剩下两年 巴黎也做好了血亏的准备 唯一的阻碍还是内哨的年薪 毕竟他在巴黎高薪达到了3000万欧元 无论加盟哪支新球队都必须接受降薪 在换上了新老板伯利之后 切尔西已经成为转回市场上的土豪球队 目前切尔西就对内玛尔送上了报价 他们最多愿意为内玛尔送上6000万欧元报价 这个价格说实话也是相当良心了 要知道内玛尔也就只剩下一年时间了 考虑到他超高的年薪和31岁的年龄处于下滑阶段了 切尔西愿意出价6000万欧元 也是对他相当有期待了 而且切尔西在经历了一个疯狂购买的东窗之后 球队目前身价已经达到恐怖的10亿欧元 球队三条线都买来了强力球员 但是确实需要一个超级巨星压场面 显然内玛尔就是一个可以带队的超级巨星 虽然能力相比较于巅峰期是下滑不少 但好歹也是31岁的攻击型球员 内玛尔来到切尔西之后得到球权和支持 还是有着相当大可能发挥出来顶级水准 看看本赛季开赛阶段内玛尔的表现 进球和助攻都是五大联赛前三的水准 直到后面姆巴佩强点球单刀不传球 以及世界杯八强出局都让内玛尔再次失望了 所以打巴黎和内玛尔说 再见对方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内玛尔也可以说权力冲凹冠加金球奖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